哈囉大家好,我是宅女郭天 今天要跟大家聊聊天 分享一下我對於異國戀情 跟遠距離戀愛的小小心得喔 之前我有交過一任是韓國的男朋友 那我們在一起兩年的時間 所以對於跟外國人交往的 這方面有一點小小的心得 在這邊跟有這方面煩惱的朋友分享一下 好想交個金髮來眼的外國人啊 外國人看起來都好帥啊 唉,他都不懂我的想法 不同文化溝通真的好困難喔 可是我不會英文怎麼辦 哇,那個外國女朋友住滿 感覺走路都有風 首先第一個是語言 不管是你會對方的語言 還是對方會中文 或者是你們之間有第三種 可以溝通的第三種語言 而這個語言是可以讓你們 彼此溝通沒有障礙是最好的 可是你會想說 啊,我不會英文 或是對方不會中文 那我們彼此之間 用一些簡單的單字溝通不就好了嗎 反正會懂就好了嘛 像這樣子的話 在戀愛初期當然是沒有關係 用筆手畫腳 其實用一點簡單的單字 對方都能溝通或是了解 但是當你認真想要經營這段感情的話 深度了解彼此 這就非常重要了 如果說這個時候 你們還是只能用簡單的單字 來做溝通的話 那久而久之 其實就會有一種疏遠的感覺 EVO EVO PEN PEN 第二,接受文化差異 不同的國家一定都會有不同的文化跟生活方式 舉例來說 好了,像台灣這麼小 我們都可以分成北部跟南部的不同的生活方式 更何況是不同的國家 像是美國人他們都習慣把鞋子穿進家裡面 因為覺得這樣子比較方便 但是台灣人呢 我們一定都會把鞋子脫掉之後 再走進去家裡面 對於可能第一次接觸到這方面的台灣人而言 你會覺得 哇,你們怎麼這麼髒啊 像是韓國人吃飯的時候是嘴巴靠近碗 而台灣人是把碗靠近嘴巴 我們之前都會和很親的韓國朋友開玩笑說 你看你們韓國人吃飯像狗一樣 你們台灣人吃飯像乞丐一樣 不過這些都是真的要是非常親的朋友之間才會開的玩笑 情侶之間當然偶爾也會開像是這樣子的玩笑 不過 一定要小心注意分寸 因為如果說太誇張的話 一定會傷到對方的心 因為彼此的文化不同 所以一定要做到尊重這一點 第三,更關心對方 跟不同的國家人交往一定要有一種覺悟 就是 要體會寂寞的感受 有可能你是直接到了一個不同的國家去生活 或者是你到了一個聚會 而那個聚會裡面全部都是外國人 只有你一個人是台灣人的時候 一定會感到特別寂寞 因為同是同一個國家的人 一定都會有共通的回憶跟話題 欸你前幾天有去看五月天的演唱會嗎 有啊有啊 他們真的超棒的 欸你之前不是很喜歡5566嗎 欸你都不知道那個時候五六天團欸 無所謂 就是非欸 你知道隔壁班的老王好像喜歡你欸 屁啦你不要在那裡胡說 對於外國人來說 這些亂七八糟的中文 當然不可能出現在教科書裡面啦 所以當我們聊天聊得很忘我的時候 外國人往往是沒辦法了解跟加入我們的話題的 如果說是我們去參加對方的聚會的話 也會發生同樣的情形 不過這個當然跟每一個人的性格都有點不太一樣 有一些人就是特別可以融入團體 那像我呢就是屬比較安靜的類型 安靜的類型 但不管怎麼說 我覺得這個時候都一定要多關心對方一點 不要讓對方有一種有被隔離的感覺是最好的 因為對於身在異鄉的人而言 你就是他主要依賴的對象 遠距離 至於遠距離這個問題很多人都會有很大的煩惱 其實遠距離是一個讓自己成長的一個很好的機會 首先我們必須做到兩件事情 信任跟自愛 信任對方這件事情說起來很容易 其實做起來很難 因為對方長時間不在身邊 一定會東想西想忽思亂想 但是如果雙方彼此都可以很信任對方的話 其實就會減少吵架的機率 跟讓自己心情不好的時候 但是 信任的前提是 你自己必須要很自愛 有些人就是沒辦法忍住寂寞 時不時的跟旁邊的人搞曖昧 小姐請問你有男朋友嗎 哇這男的好帥啊 沒有耶 那你怎麼有資格 叫對方去信任自己 或是去懷疑對方 遠距離戀愛其實就是遵守這兩點 我覺得就沒有什麼問題了 而且這中間你可以把你的重心 放在你的科業或是你的事業上面 不只這段時間可以讓自己更大的進步 而且可以淡忘他不在身邊的那種寂寞感喔 這樣當你們彼此在相遇的時候 你們兩個都一起成長了 你說這樣對不對 而除了這兩點 我覺得還有一項也是很重要 就是互相通報生活的細節 比起通話頻率 我覺得通話的內容才是更重要的 因為像是有一些朋友久了就不會聯絡 因為我們就已經有了自己的生活圈 聊的話題跟生活方式完全都不一樣 所以漸漸的就會失去聯絡 其實談戀愛也是一樣的道理 當我們彼此的距離拉開了 生活的方式不一樣 相處的人也不一樣 這個時候就應該聊更多的細節 讓對方經歷你的生活 這樣子之後見面才不會有疏遠的感覺 就像是有時候偶像劇裡說的 你變了 你不是當初我認識的你了 這位朋友人都會變得好嗎 只是看你有沒有參與變化的過程罷了 那以上六點就是我對於一國戀 遠距離戀愛的一些小小的心得分享喔 大家覺得今天的影片對你有幫助嗎 覺得有的話請給我一個讚 或者是可以在這邊訂閱我的頻道 之後有新的影片上來的話 就可以直接看到唷 那我們下次再見 掰掰 下次影片再見囉